学运过后检警展开约谈 今天发出了26张的传唤通知书 包括学运领袖林飞凡、陈维廷 以及赖平渝、吴征等等26个人 不过今天一个上午都没有人前往警局说明 在刚刚传出的消息 林飞凡和陈维廷是决定 今天下午1点半会主动到台北地检署 直接向检察官说明 他们表示为了捍卫台湾民主宪政 选择不服从 会跳过警方的征讯 直接到台北地检署去 勇于承担可能的法律风险 也以此告诫马政府 切勿以司法追杀 牵连无辜